快看真的有龙林 乌江悬崖的龙林洞里 我们找到为了降服恶龙所刻下的符咒 相传曾有恶龙盘踞的洞中彩石 竟然发现不知名的鱼类 为了探明此洞 我们携带专业设备出发 现在我就来到了龙林洞的洞口 旁边的岩壁上面发现了有这种 凹进去的坑洞啊 有可能是龙在这里孵过蛋的 它会不会是暖身的洞物啊 暖身的台胜 主动道的入口在那边 传说这里是蛟龙的巢穴 它就是通过这里呢 游入了乌江奔向了大海啊 这也是龙林洞这个洞民的由来 哇这里有一个 人为开凿出来的孔洞 我们进来的洞口呢 是位于一个峡谷的尽头啊 看一下这里 是水流冲击出来的一个 巨大的天然游泳池 但是现在已经是没有水了哈 这里有很多的蝙蝠粪便啊 哇这里还有一个 这是开凿出来的一个 椭圆形的孔洞 这个跟自然形成的不一样啊 这边就是自然形成的这些小坑洞 它是洞顶的水滴滴下来 常年累月的水滴石川啊 咱们继续往前走 哇这里也有一个 什么东西 哇那好漂亮啊 好像摇磁仙境一样啊 太漂亮了吧 看这一摞石头是不是有点像埃及法老 但是它是自然形成的啊 现在我们沿着这个水道继续前进 坚硬的岩石上面全是这种密密麻麻的孔洞 洞道在这里变得比较窄啊 要从这个河底呢往前走 前面好像挺开阔的 咱们看一下 哇塞 前面洞道很大出现了转弯 小心啊 这里有点滑 我们从那个小洞道过来之后呢 在这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水潭 这水深大概有两米多啊 我们还是把手电放进去 哇 看这个好漂亮 哇那有鱼 有鱼 看到没 在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 没看到啊 那就是虾 虾真虾吗 你有点虾 那里啊那里那 好小啊 哇全身白化了 非常的漂亮 现在我们在洞中寻找了一个多小时啊 还没有找到出口 搞不好今天要在洞里面露营 我电头没什么电了 没电了 没电了相机也电不多了 没关系 我有秘密武器 这么大的家伙 你这是拿的什么呀 这是百克龙的1600户外电源 看着还挺小巧啊 对 别看它小 它能存0.6度电 可以升为驱动2000瓦以下90%的电器啊 这是六种输出方式 十个输出接口 用到3500次以上 还能够保持它80%的寿命 咱们这会儿先把所有的电补上吧 我们还是往前继续探索 咱们接着往前走啊 一直是沿着这个河道在前进 可以说水量充沛的时候呢 这里面全部是被水流给冲刷的非常的干净了 好像听到了轮船的声音啊 咱们继续往前走 真的找到了出口 我们刚刚听见的轮船声音呢 就是从这边传过来的哈 但是这里下去 这水流冲击出来的吊砍 我们要开线布绳啊 才能到前面去 吊砍呢就在我的前面哈 走了这边来 发现在石头上面刻了有一个符纹 这边小北正在准备开线工具 我现在做好了安全的保护 从这里下去呢 大概就十多米哈 也不高 小北前面什么情况 前面人看到我们家好像有出口 我觉得可以直接从这里下去 要么就到乌江 要么就到路上 因为刚刚小北在下面已经确认了哈 可以降下去 所以说我现在在这里做了收成系统 降下去之后呢 就不从这里返回了哈 从这个上面下来 这里就是一个坛口 里面有少量的生活垃圾 全部是这个水流带进来的碎石纸 这里面如果是水量充沛的时候呢 应该还是挺漂亮的哈 这里有一个电筒 这不是我们的电筒啊 这有点意思啊 应该是和这些垃圾一起被水流带进来的哈 还是关掉吧 放在这里 从这干枯的水潭呢 旁边有一个缺口 可是被水流给冲出来的 从这里下来 这里又是一个回水弯 从这边出去就是乌江吗 对啊 你看这里 别人做一个点 有探险的人来过哈 这里好开阔啊 可以看见整条乌江 对面的悬崖绝壁中间啊 那里还有一个洞洞 从这里下去呢 是有一个平台 我们就准备从这里 进行索降啊 直接到上那个平台 就不从这边缘都返回了 江农入海呢 本身就是一则传说啊 也正因为是这些美丽的传说呢 让我们有动力 带领大家和我们一起去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现在小北已经降下去了啊 我也马上准备下降 现在小北真的把绳子收下来啊 我们做的收成系统 两个人安全的抵达了这个 应该是老319国道啊 这边已经废弃了 今天视频呢 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